哎呀 我们昨天从欧东西往卡里走啊 你知道吗 然后到一个库尔勒的一个服务区吧 快到阿克苏的时候就有一个交警把我拦住 就说哎呀小伙子睡觉就不要开车了啊 特别累的话就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吧 我说没有睡觉啊 师傅 我就眼睛这么小 然后又开了五六个小时的路 然后到阿克苏来我们在阿克苏处理了 昨天确实开了车比较长啊 一千多公里开了一千多公里 顺便给我老婆给我家人带点阿克苏冰糖型苹果 刚好我这边有个老哥在这边抽苹果 所以我们现在到这边的苹果园来了 正宗的阿克苏苹果 阿克苏冰糖型苹果 带点带回去啊 这苹果都开始往外晕了嘛 有人有没有感觉到 这世界的变化都跟这个苹果有关系啊 Dunce Newton嘛 苹果掉到他头上了 就发生了个万有阴历 钉铝 乔布斯嘛 吃了一口苹果 没有一个App 我多持航一点 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啊 嗯 三天 特别多 永哥 怎么亲自摘苹果了 哎 好久不见啊 朋友 好久不见 哎呀 刚开始嘛 刚开始嘛 刚开始摘点 看看啥情况 可以发火了吗 嗯 明天 明天就可以发 这一口苹果不一样啊 这一口苹果可以啊 这一口可以啊 但是今年吧 就是在红旗包这边啊 装了点冰包 你看 有点小八点 变大一点 应兵一下它的口感 应兵一下 应兵一下 这是给我导航的阿克苏里面 半个多小时了吗 差不多半个多了 再往那边 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就是删了 这红旗包就是冰锅比较好吃啊 对 红旗包 比较出名 这红旗包六对 六对是红旗包最好吃的 最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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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包感觉 这一年 这一年还可以吧 还可以 就是稍微点冰包 稍微点冰包 现在就是摘到这边之后啊 这些摘了以后啊 我们大姐就开始在这儿喝风水 不好的放在那边去 不好的放在那边 然后喝完之后我们用那个电动车拉出去 拿出去以后 装箱子 我们还要再选一 给我 给还两三箱子 拿回去 便宜点给我就行了 哈哈哈 不要钱 带回卡式呢 送你两三箱子 没关系 您就拎到一碗子 能拿走多少刷多少刷 对 能拿多少刷多少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一个苹果园 几千目的有吧 这个周围 周围几千目的有 现在亲自给老婆 还有爸妈 还有张木梁 咱们摘点红果 带回去 太好吃了 我都吃了七八个了已经 吃苹果也不是有点减吗 多吃点没事 我快拿不动了感觉 就拿这么多吧 两箱子有的吧 两箱子有的就好 咱上这个就四箱子了 我们带回四箱 回到卡式 还有这个啊 给老婆带的围巾 冬天到了 让她好好待一下到时候 以后我到哪出差都给她带点东西 东西多贵便宜 没关系啊 就是用心就好 就这样回卡式了 那就下一期我再给你们说一下 我们这次为了巨汤 那么箱 特别重要